大家好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各位馬郎 今天是EASA 福福之快樂 是的 香港是福福之快樂 美國 我記得那時候 那些西人都是EASA中午請我去吃飯的 EASA 是的 因為下午去撿彩蛋 原來我經常去人家撿彩蛋 除非前天一個不小心領著一條腰 我昨天整天起不了身 所以看到我披床都沒有做事 今早就起了身 但是整條腰領著腳就不能走 所以今天就取消不去 你做一個scanning比較好 你的disk有沒有做過scanning? 未做過 未做過 一定要做 這些對現在美國來說 這些微創 很濕碎的 沒有以前那麽糟糕 沒事就好起來了 終於是大家 不要這樣說 你講了很久了 我看你講了幾年了 EASA快樂就是 今天我做了兩個題目 大家都看到了 自由亞洲 大家清楚自由亞洲就是小夏搞 是他發起的 我創辦人 我創辦人 我可以創辦人 是不是 不是 月宇祖 月宇祖創辦人 月宇祖是他創辦人 月宇祖是對我們香港最重要的 自由亞洲 我都看了很多新聞了 自由亞洲真的講講得相當好 他有些節目相當豐富 尤其是關於香港 這次抗爭呢 以前我都沒有誤會 沒有誤會去看的 因為這次抗爭 我一直都跟著他 很多 每天都有幾篇 又有YouTube 又有文章 什麼都有 那又訪問我幾次 華盛頓又訪問我 在香港的記者就訪問我 那這次香港就打算關門了 那這件事我就覺得應該講一下 對我們香港人來一個多大的損失 不是多大的 這是很大的 現在這麼多媒體 每個都走光了 那自由亞洲很難得的 有一個 他講話多過美國之音很多的 很多倍的 可不可以這麼說 小夏你講講那個創辦 那個來源是這樣的嘛 原來美國廣播機構 美國廣播機構 美國之音的旗艦 佔了70%的廣播 但是後來50年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有名的自由歐洲電台 專門去東歐 俄語、東歐各種語言廣播 就跟東歐很多事兵都有關係的 你說到自由歐洲 我去東歐 你說美國之音聽的人很多 自由歐洲 那些人參與 到1996年的時候 國會就說要創辦自由亞洲 為什麼要創辦自由亞洲 就以美國之音做得衰 因為美國之音的目的是 就是說叫做美國 講美國怎麼搞英文 那時候雖然人多聽 都是教英文學英文 那些新聞廣播那些一塌糊塗那些 那些就真的不用說了 後來美國之音有一次突然間出出來 就是天安門事件 特別天安門廣場 突然間就發覺那些大喇叭 播放美國之音 當時很大喇叭 播放美國之音 到90年代中期 他們就說要建一個 好像自由歐洲那樣的自由亞洲電台 那為什麼自由亞洲和美國之音 或者自由歐洲有什麼區別呢 就是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機構 它說的是美國的事情 自由亞洲和自由歐洲都是給本國 他們出來的那些人 比如那些異見分子 給他們一個 自由歐洲、自由亞洲 集中報他們 即是亞洲、歐洲本地的新聞 美國之音集中是說美國利益 就是這樣 這麼大區別的 這麼大區別 當時我在大學教書教都很沒人 那麼他們就97年的時候 96年就成立了 後來就說 預議部一定要做 那麼就找頭 我在大學教書教得很沒人 覺得不想做 剛才我有一個朋友 原來華盛頓郵報的 住北京的記者 就去了自由亞洲做總編 他就說 你想不想過來啊 我說好啊 那麼我就遲了 我在加州大學的教職 那時候就過了去 因為我喜歡做媒體的 就過了去自由亞洲創辦這個語語組 所以過了去之後三個多月就開播了 找了幾個香港記者來一起做 當時做得還挺什麼的 後來就不說了 終於跟老闆打架 華盛頓的事情呢 你說自由亞洲 自由歐洲 自由亞洲電台 八至七十是亞裔僱員 他九個語不早 普通話 狀語 狀語都挺大的 狀語四十天的 粵語維吾爾 越南語 就是緬甸、柬埔寨、魯窩、魯窩 那麼多語言 誰知道他那個老闆 原來是美國公共電視台的華盛頓分部主任 他做了台 這樣 那個老闆老敲來的七十多歲老到 原來這麼腐敗 我第一次接觸我才知道 左翼的人這麼腐敗 來了有這麼多權力 自己的契仔契女 契女適合大學畢業而已 八萬多元顧出來 他說他不想在華盛頓 他老公在日本 專門設了日本的辦公室 我用了百萬元去設辦公室 你沒有需要 我們又不在日本廣播 你設在台灣 或者是否設在香港 你設在這些地方 你設在任何廣播對象的地區 都有些理由 設在日本 你想想 日本那時候 九十年代的地租貴到什麼地步 幾百萬元浪費到那裡 又沒有用 沒有用的 但是你要把設備整齊了 後來那個契女 九十年代 八萬多美金一年 坐在日本沒有工作 完全沒有工作 那些契仔 什麼都找到 結果他整齊了70% 亞裔 30%是非亞裔 主要是白人 他規定差不多是 不是明文 但是差不多這個意思 非亞裔的工資高過亞裔 30% 我的廣播員那時候 這樣 我的廣播員我招下來 起床二十二萬三 很少的 他們那些高中畢業的 起床三萬九 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們不知道 後來他用的是用的錢 全世界有浮 錢用不夠了 用不夠了 那就炒人 炒誰 先炒我們手下的人 炒廣播的那些 我每次給老闆 都是因為 給老闆炒 因為手下 他們就說 我跟他們頂住 我們整個月預報頂住 他說要撤別人的預報 我當然頂住了 我又不怕沒有地方去 老實說 他說 說明你普通話什麼都這麼好 你過來就行了 一樣 又不會少你錢 炒我下面的人 我當然不肯 我當然不肯 結果做工會就做社 都炒不了別人 只好炒了我 炒了我 我就拔了他去打官司 打到老闆賠了四十五萬元 這些歷史 是要這樣的 沒辦法 對這些官僚是這樣 是 很混帳的 美國之音我也想打 打不了 主要是怎麼打不了呢 聯邦政府立了法的 保護自己 他如果不批准你 就不能去法庭告他 這樣才是壞的 他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批准的 死都不批准你 告他 但是那時候 自由亞洲電台 原來有一個很小的 在香港的一個辦公室 我去了《張粵語報》 我放了四個人那裏 我說香港真是前言 很重要 現在可以說 當時我找來和我們管那邊粵語的 就是大家在香港不知道 羅海星 聽過 聽過 羅夫的兒子 大公報的羅夫的兒子 他不是在中國多坐兩年多監 海星和我的好朋友 很熟悉的 而且他們是做 他們新民世家出身 所以當時是海星和我管 後來海星過了身 你知道了 這個事情 這樣 我們一直就做 一直就開始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香港的抗爭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也報了很多 後來我離開了 我就走了 我走了去勞聯產園 走到美國 就走了幾個地方了 後來怎麼說呢 他們因為香港抗爭了 2013年開始的新聞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當時主持《粵語報》的 就是原來手下的香港記者 他的筆名叫做何山 大家知道了 這個情況到了前兩年 應該是兩年多以前了 香港2019年抗爭完之後很大事情 《國安法》下來了 《國安法》下來了 自由亞洲有自己的董事會 董事會的頭就是 我都是不講名了 總之是在香港的 跟香港政府還有生意 還有生意 而且在香港大學教書 拿一份教職錢 當時抗爭的《國安法》下來了 就說不行了 因為《國安法》下來了 我們要設香港辦公室 你聽到人家很火鍋 他越是這樣 你才越需要你 越需要你 我們做這個原則 當時我採訪《國安法》下來了 我不採訪不捨 北京叫不要採訪 我當然要採訪 就這麼簡單 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何山就頂住了 頂住將這個事情說要斬香港辦公室 我不講得有很多細節 因為他現在在告狀 總之就講了給國會的朋友聽 這樣上邊知道就立即解僱了他 立即就要縮減整個月雨 就立即解僱了他 所以他現在已經解僱了兩年了 應該是兩年多 他在告狀 真的浪費了很多錢的告狀 就不服氣 如果叫經濟損失就不值得了 那這次香港退出是哪一開始的? 就是RFA裏頭的董事會那個董事會 就是那個問題 一樣問題 和何山地炒是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就要從香港切出來 明天保護香港的僱員的安全 你怎麼搞的?那邊的僱員有美國身份 如果你拍 這個還要說起來 不僅是美國之音 不僅是RFA 美國之音 我走了之後 我走了之後 大概是一年多 我還在打官司的時候 他們撤了香港的記者站 美國之音原來是香港記者站 因為美國之音是政府機構 香港記者站的站長 從來都是美國公民來的 在半山那裡撤在那裡 結果這樣搞 美國之音又是沒有了記者站在香港 原來美國之音很大的記者站在香港 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把自由亞洲又關了 美國的廣播系統都沒有了 你看到在抗爭的國安法下來之後 那麼多報紙就香港的媒體收聲了 那麼自由亞洲還說了多少 現在你沒有前言記者 你就差很遠的 你不去到是另外一回事 去到那你就要去的 總之他們一路 一路整個廣播機構 就要收縮在中國的操作 現在目前美國之音是他們 將主要的精靈 大家看就知道 他們派記者派到哪裏 你就知道是重要的 現在最重要的一條 就是鼓勵非法移民 死去報告 你走這條路 我教他們怎麼偷渡 教中國的人怎麼偷渡 現在美國之音整個網都是這樣的 天天都是教的 不只是教他們怎麼偷渡 來到美國去哪裏領福利 哪個州的福利給得好 哪裏政府可以給錢 去到哪裏怎麼下來 就是這樣教 還教怎麼申請政治庇護 怎麼申請的可能性高 全部都是損害美國利益的 在做的事情 這幾天昨天死了8個人 在船上回來了 在墨西哥死了8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7個女的1個男的 總之現在變成這樣 兩邊都是 就算香港問題說 你報告 你沒有前言記者 你是抄報紙的 你抄通訊社的 你自己記者在那裏 自己要看自己去找 問一下選民 問一下那些人 為什麼你有人在那裏 沒有就抄了 而且美國之音更荒唐 那時候我經常都要吵架 就是這樣 我叫了記者 不僅是抄 他不准你抄 你要抄了提供給他 他英文部再寫一次過來 你再翻譯他 這樣才行 唉 沒有譜的 那我計一下 現在他們美國之音 出一些東西不夠 我一個人多 小夏好像是由亞洲 在香港 這個粵語 粵語這個部門 大概有多少人 我應該 大概你猜猜 我在那時候有四個人 現在可能 有沒有連在香港 不是 就是在香港 不是 連在這邊 連在香港 中共有多少人 不是 我那個時候 我的名額有十四個人 十四 現在最近 兩三個禮拜前 他們那個 你們華盛頓那個 那個雨的頭 還有一個女記者 兩個都是香港人 我跟他們喝過茶 現在沒有這麼多人 就省了一半以上 而且香港辦公室 原來普通話 都有好幾個人 香港辦公室 現在全部 真的 最高峰才是三百八十萬 真的 這個對香港 這次自由亞洲 對香港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原實 因為如果有很多新聞 就無所謂 現在都沒有了 剩下那幾個 很重要的 是啊 所以整個 我都不知道 中國用什麼的價錢 怎樣 用什麼的威脅 配合了 讓他們配合了 這個 後面有人做功夫 肯定有人做功夫 肯定 我只是這回事 不是這次的 以前也是的 以前就是到時候 當時我去告狀的時候 這個 講回2004年 就是 他們炒了我去告狀 他們當時什麼 保持日本辦公室 一個人在那裡 一個人在那裡 找兩個人服侍他 跟他做這樣那樣 清潔也好 做什麼 沒有什麼 做的 這樣 要斬粵語 要斬粵語 保日本那邊 我當然 當時 真生氣 那時候 國會的人 我又不是這麼熟 又知道一點 不是這麼熟 那時候生氣 我就坐了兩個月 坐在國會 每天都跟別人沈棄 後來就 我真的兩個月 每天都是 總之 我沈到國會 撥款委員會主席 Frank Wolf 後來我們成了 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坐在那裡 看見了 Congressman 他被我沈到 我個人很頑固 結果 沈到的時候 就舉行 撥款聽證 撥款聽證 那個議員 現在有綠像可以找到 2004年的撥款聽證 你們看 Franck Wolf 那個人聽聽聽聽 就說 你們要斬粵粵粵 我們要斬粵粵粵 是準備了巴基斯坦 根本沒有這回事 講大話 那個議員就說 中國現在不是武器 給加巴基斯坦 你還斬中文廣播 你給我放回去 You put it back to me 那個人幫著 是 Yes sir Yes 燒到什麼 在下面看 燒到我們都傻了 跟著說 我們個個都不喜歡斬 我心想 你不喜歡斬 後來跟著打官司 一路告上邊 到什麼地步 那個總裁 下來我們問他 為什麼亞裔工資低 比非亞裔 30% 他說你們亞洲人 就是要知道別人的工資 美國不是這樣的 我說誰說我們亞洲人 It's not we are nosy 我說我們不是 打聽別人的事情 這個是納稅人的錢 那這些句 這句是名框種族歧視 全部人聽著的 不是我一個人 我在那裡問他 後來 他那句話就是種族歧視 說你們亞洲人 nosy 要知道別人的工資 這句話本身就是幾 是的 結果法庭 一看法庭的不對 立即 我說一下 這句話很好笑 如果他的律師一看 原來叫他不要打 打不過 他們打 他們找到華盛頓 他們找到華盛頓最貴的律師行 就是那個 那個Hogan Hudson 就是現在 首席大法官的律師行 十多個律師來打 我呢 我沒有錢打 那時候現在 現在說好一點的時候 真的沒有錢打 很頭痛 那我走去勞聯產聯 我支持工會 那時候在工會 他們現在炒了我 因為我是管理層 我說我是中國問題專家 你們沒有中國問題專家 你要不要 我說多少錢都不怕 我不想幫我打官司 那個勞聯產聯 找到兩個律師行 煤礦工會 和服務業工會 兩個律師行 跟我打 我這邊有四個律師行 所以 立即 那後來 很好笑 很多細節很好笑 我寫過了 對方立即受不了 做了幾輪子 就立即賠錢了 我們這邊要7500萬 不是我這個 我律師也要多少 他說 不是7500萬 75萬 我都猜了 75萬 75萬 為什麼呢 上法庭說 如果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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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陪審團判呢 肯定200萬 沒得說的了 現在75萬算了 對方就是25萬 我不降的嘛 為什麼一直升 升到45萬 律師說 你都好就差不多了 你說好就好 我沒所謂的 我們以前 我們打官司 就是我們亞洲人打官司 都是好 那個數字不夠 要求那個數字不夠 你看看這次特朗普 要15億 特朗普這次說媒體抵懼他 要15億美金 說話 真的要懲罰這些人 你看他 說特朗普 是不是講那個 血流成河那件事 那件事 就是那些完全 硬硬來抵懼他 你真的要這樣告他 要不然那些人 以後就是這樣 那些說話 是抵一些東西 在你嘴裡 我不是告到什麼 最後最大的成功是 等到上邊知道 這麼大的事情 弄到國會 弄到到處都是 就是了 就是我不放過他們 我當然是到處講 他們說 我們給錢 你們就不能說 我說不能說 我就不簽 繼續打 繼續說 我講到整個國會都知道 後來沒有辦法 就是炒人 炒了六個高管 炒了六個高管 連台長一起炒 炒了 總之你不炒 我唱到你最壞為止 誰炒 誰負責炒 廣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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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廣播委員會 炒了六個高管 是啊 炒了六個高管 挺開心的 所以不怕打架的 你看這次 這次這個 自由亞洲月月部 你看怎麼收拾 都是這樣 一直被它減下去 這個 如果特朗普上場 有什麼希望 現在是這樣的問題 特朗普上來 就是我經常都講的 就是這些國家管理機構 特別國家機構 過了一段時間 就沒有效了 是 全部 原來河山 那些有名日 又做事 我也有名日 又做事 就是當自己生意做的人 你完全受不了 那種不做事的人 不做事的人 一般他不做事 你算數 就下百多公司 不做事 我們做吧 他每天都會騷擾你 他每天都會報告 那樣 那樣 整個大家鬥不做事 最後 誰不做事 誰就贏了 就可以升官了 那就壞了 就是誰懂得去匯報 吹牛 說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 沒有用的 那你做事 那些人不想做這些事情 最後整得最差的人 上去了 就是副篩選 如果特朗普上來 我們 我們 那天 你知道 我跟國會的人說 都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這些媒體 我不用你付錢 我也不要國家付錢 因為國家付錢 我還不夠你干預 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 如果我找你這些人採訪 找你這些人要幫忙 給國家利益 我找你這些人有這些 這些 就是 我不要錢 我現在覺得政府的錢是毒藥來的 嗯 嗯 所以自由亞洲那些 想下去了 我是覺得 我們有些新聞人 我們在做一些模式 你也知道了 歐馬也知道了 自己做 小夏現在在做的 我跟觀眾 小夏其中一樣是廣東話來的 是粵語 這個很關鍵 粵語主要是針對我們香港的問題 而且當然還有廣州 就是粵語區 粵語區有多少人 差不多 有沒有一億人 差不多 差不多 連全世界都差不多一億人 粵語這樣的 我現在想著 我都說 唉 有朋友要幫忙 現在看看怎麼幫 就是最後 粵語那個人 機器人 因為可以選的人太少 我應該要找一個講粵語的 肯出面的 我就找一個 在LK找一個studio 360度掃描 掃描之後 講 就是要讀一大段東西 這樣口型以後才可以變得回 我說我掃描不怕我不夠美女 360度只有頭 還是上風身 全身 全身 360度掃描 這樣就用你的形象和聲音去做基礎 是 那個要一些經費 那些錢我出得起 不是這樣 就是做人 就是做那個人 是的 要一個studio 但是我在這裡 在DCD 在東海岸就沒有 現在的studio在西海岸 做人的studio 你不用很多功夫 可能就有 但是我就想一下 我就想一下怎麼 因為我很多朋友幫忙 我知道 但是呢 有一條呢 就是職業廣播 是 就是要受過訓練的人 想事分分不行的 你要說 讀一條稿 你的感情到什麼程度 你的什麼到什麼程度 那些 而且個人360度掃描 可能整一天都差不多 是 是 不是因為現在現成的Evatar 男仔你見到做到 女仔是做到 那你如果是兩個男的 我試了兩個男的 就麻煩 就怎麼樣呢 聲音音質 因為廣東話的音質選 又是不夠 很難 廣東話真的 又是不夠 所以就 我們在這裡 一直在解決 但是我先想解決 就是說如果是 總之 不煩大家這些細節 你現在大概知道我什麼意思就是 一直在想著 小燕 你那時候 譬如有廣東台 你供應的那些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性一樣的 但是一部分 譬如有些好的中文文章 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或者海外的 香港人寫的 中文文章 都由中文 變成廣東話 就很容易 是不是 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如果現在 聽我的Patreon 那些人就知道了 我現在的Patreon 那些廣東語 語的語音 不是以前那些來的 這個是真的讀語 就是你用文字再轉一次 文字再轉一次 文字再調一次 文字再調一次 就有時候 因為文字不夠標準 出問題是經常出的 出了有時候 就是標準的中文文字 變成少許粵語性的文字 中文 變成不是整篇 變成粵語中文 我們以前不變成我們 那裡變成那裡 就是這一類 這些就很多這種變化 不是這麼簡單 都會經常出錯 是 所以就變成標準的 一旦變成標準 以後就容易了 是 所以現在我們在試幾個 幾個不同的模特兒在做 真的請大家有這麼多內心 No 現在就是我們不斷地跟觀眾說 這個很大的一件事 這件事 你說的 我可以這樣 我們現在在講很多的語言 就變成他 他找些好的文章 然後可以變成 英文當然了 英文西班牙文 國語 廣東話 然後小夏還在想阿拉伯 阿俄語 是嗎 我現在這樣 我今天剛剛早上送了一篇 那個復活節 今天復活節 我送了一篇復活節的文章上 我現在把它開成了 公眾大家可以聽 開成了 你可以聽聽那個粵語 就是你可以聽聽那個粵語 變成是怎麼樣 是 有時幾 不是有時幾 有時都做這些事情 有些麻煩 你為什麼會走第二條 我真是麻煩他 Anyway 就是說 大家可以聽到 我的粵語變成怎麼樣 粵語、國語 通過附件收聽 是嗎 是 通過附件收聽 那你就 復活節的反思 我看到你 是 今天那些是嗎 是 我將復活節的反思 我變成開放 給所有人聽 先 大家可以去那個附件那裡 可以聽一下 我看到 可以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現在看到 在文字的底那裡 在文字底那裡 這個附件 Output Cantonese 我看到 我看到 我放 你放嗎 你放一句 趙氏華盛頓的告別演說 對今天美國的意義 趙氏華盛頓的勸告和警告 是我們已經遺失且可能無法返回的昔日的殘餘 這個 女人 有男有女 是 這個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我們 變成我們 這個 全部都是 口語化改變 我用口語化軟件來改變 現在聽就比較容易聽 不是以前聽眾的腎 腎 那些廣東話這麼難聽 我沒有拍什麼 不錯 是 已經轉了 是廣東話 都是多一道手續 下一步就要加上那個視頻下去了 一步一步 視頻現在正在做 我再要找一個更好的聲音 就是更加職業廣播的聲音 就把它變成廣播 每天都做一台廣播節目 廣播節目和我的文章不一樣 廣播節目的長度 現在講回 既然講《自由亞洲》 它有些 比如是視頻節目 視頻節目 一個頭一個聲音 超過兩分半鐘 你的人就轉台了 音頻節目 最好一個聲音 不要超過90秒 我現在這些都是長的 大家有心機就聽一下 那以後真的做廣播的時候 那些速度 那些合成 哪裏有音樂進去 哪裏有很多事情做的 那些人工智能 又不是完全可以取代 你有很多事情 基礎的事情 自己要先做的 製作性 是 你很幸運 因為你做過這些事情 你知道水平應該做到哪裏 那些媒體那些 就不斷交了卷就算了 就是不同的 所以你將來的水平 尤其是自由亞洲也好 美國之音也好 那個是一個國際水平 如果保持到這個水平 全世界的看法 對你的看法不一樣 不跟我們的媒體 那些就不是難的 現在就是人手 人手一有人手下來 我就 assign一些人去做 你做這樣做就行了 不是大問題的 不是大問題的 小夏今天全靠你們 每個月給那幾塊錢的 那幾塊錢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當然小夏下了很多力 這個無可否認 他自己的背景 什麼什麼 他都放下去了 他差不多就是 真是全心全意 但是你們那個資助 全世界知道了 沒有錢不行 你們的資助 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不是多 但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每個月那個那個 我找到兩個人 兩個人跟我做 不是 大家真的是那樣說的 我昨天也跟小夏說 我說這些幫忙 將來我們有什麼發展呢 這幫人的email 我們全部要保留在這裏 將來可以 有某方面 真的應該多用行動來感激他們 大家一起努力 這些是為所有人 總之就是 你說說自由亞洲美國之音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在國際廣播 一年出的錢是8億4千多萬 哇 美國之音中文部 就是我管的 就是這樣說 一年的經費 只是中文部落到中文部頭到呢 是1千3百萬 那麼中文部 中文部還要譯別人的東西 你最少要將這個預算 double 比如2千5百萬 那才是美國之音中文部 運作出來的那些 那麼多東西 是 是 那時候問我 我看見我說 如果給我自己做 兩百五十萬都不用了 做這樣的 都不講質量了 自由亞洲的九個語言部 中文狀語大 中文狀語 怎麼說呢 就佔了一大半的了 它一年的經費是差不多4千萬 所以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美國的錢是給的不少的 那當時呢 特朗普 就是說一些背景 他們那時候就 那時候問過我 他說 他說中文部 我說 我從一百幾萬聽眾 做到兩千四百三十萬了 不過那些人爭死我 那意思 就是爭死呢 你做得好 他爭死你 你證明了以前的人 證明他以前很窄 是 爭不爭到你飛起 我不講了 但是 而且不是 主要爭我 我不是民主黨 我常常都跟那些人 就是 常常跟那些人對著來的 好像我們那個台長那時候 特朗普當選了 當選了 當選了那一晚下來 第二天 逐個辦公室就說 說 It's alright Don't worry 到我那裡 What do you mean by worry I'm happy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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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了新總統 民主制度 中文部 我做什麼不happy 假的 全部人都好像 中文部的人都不敢 會死人 那樣 哎呀 如喪巧 中文部那晚我做到兩點 半夜兩點下來 結果我宣布說特朗普贏了 大家看回美國之音 2020一路人大選 那麼我兩點鐘下來 真的坐了五個小時 實實坐了五個小時 沒有動 那麼我下來 就看到下面 哇 為什麼我沒有叫你加班 給了整半個辦公室都在 那個人都不走 是嗎 我下去的時候 那個人跟我high five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共和黨在 你做得好是嗎 那個比例 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的比例裡面 就是親共和黨和親民主黨的比例 又不是是什麼 我去說 下面的人差不多一半一半講 是 全部領導層 特別是英文部 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就做到 它反過來 我們現在 我這麼做 我選了最好的文章 我認為好 給大家看 它是不准你做的 你全部的東西要過了英文部 英文部西轉 英文部再寫一次 你知道那些大台 美國之音 政府部門工資是低很多的 就是給一些商業台 他們 全部被人解僱 全部被人解僱 記者 他們從外面 CNN來的台長 就要找到CNN一群沒有用的人 華盛頓郵報的台長 就把華盛頓郵報一群沒有用的人過來 你又不能解僱 整群完全沒有用的人 有天都寫了一些很愚蠢的英文稿 所以你現在回去看美國之音的東西 那些消息 你現在想去美國之音了解一下 美國現在大選 有什麼關鍵議題 你不知道 看完所有的東西都不知道 美國國際上 美國的戰略是怎麼回事 它有什麼對手 到底是怎樣 不同國家的那些觀念 而不是到現在美國內部 關於這些政策有什麼爭論 比如烏克蘭有什麼爭論 一隻字是在不了的 它就會說些什麼 好像全部都站在一邊 阿蕭說 如果明年特朗普有機會做回 有沒有可能自從亞洲都在香港開回的 我知道很麻煩 有沒有希望 不是麻煩 一點都不麻煩 香港目前還有一個自由商務國家 是不是 你可以不開辦公室 你可以整幾個人在這裏 你中間房住有什麼不行 沒有說不行的 香港那邊要開就很簡單 可以out source都可以 跟錢人合同都可以 不一定要派人過去 全部都是錢合同的 如果你說派人危險 派一些香港記者被抓 派一些美國的人去 最多是錢多這麼多 是 是 很簡單而已 實際上你去香港請加拿大人 什麼人都已經危險少了很多 是啊 原來全部都是這樣請的 真的不是大問題 有希望 有希望要爭取 這個真的要爭取 如果給我去管 到那裏 就開了 OK 有這麼多麻煩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了信息 你就算香港 你就算有什麼希望 你沒有了信息 那個人就差很遠 香港人的精神差很遠 是啊 第二天就可以開 我也不是說 如果給我做 你啊 知道我不想做頭 我做到頭 真的累死我自己 可不可以做個顧問 就是 中文的顧問 你那個資音和什麼顧問 我顧問我永遠都在顧問著 這些不用說 不是不是就是有權的顧問 跟他拿回那些權 什麼樣子 不用啊 有權 問題是真的 你一個一個一個 這兩個 如果起碼中文 撿回正 美國資音和他之下 撿回正 都很遠的 我知道 Michael Packer 找他去做那個 找他做他的 senior顧問 後來我也不能說 你說起碼中文那方面 那個決策由你 你幫他搞定的 就是你的了 你不知道的 不敢了 不是這麼簡單 那些就不是這麼簡單 香港再開辦公室就很容易 你說你想他們的新聞方向改一下 沒有別的 你要炒一半人才行 尤其是要炒領導層 那些管理層 最少炒一半 如果給我 就是我推薦我炒一半至八十 整群人沒有用 沒有用到什麼 所以香港再開不難的 但是現在這麼多 最難搞的 那麼多親共的人在上面 還有利益 你說現在美國資金 原來台長的老公 從中國做這麼大的生意 一億就是這麼做 現在管整個美國廣播機構 你想一下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一定是 自由亞洲說了我們要這樣切 它不會不通過 上邊那個廣播機構 做的 當然是批准了 是啊 嗯 嗯 高得這麼多廣 那時候真的 還要偷偷 不見了工 被人炒了 所以 所以這些 我真的通過這些 我看到美國政府裡頭 中國的滲透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這樣被人滲透 到處就是洞 香港一樣 香港未夠九七 就已經被人滲透了 香港 沒有說自由 香港 但是從來就是 香港的好處 你又滲透 他又滲透 大家都可以滲透 現在搞到一個國安法 搞到一邊 你就沒有辦法 以前全世界的間諜活動 那些中心在香港 嗯 你想想 2007有多少 要拍香港 就是這個意思 那時候 中央情報局 在香港 美國領事館裡面 四千人 沒有人知道 四千人 他告訴我 那裡坐這麼多人嗎? 真的坐這麼多人 四千人 他不用坐裡頭 沒有人坐裡頭的 全部在自己外邊的 他自己出差 香港人的中心 你向亞洲哪裏派都可以的 當時 而且在越南 當時打仗的時候 他們的人全部 就是有搞一個基地在香港 嗯 接著就要出差 就出去越南 幾個月都好 什麼都好 但是全部回到香港 連記者都是的 嗯 所以香港現在 就是 是不用想的了 這次布林肯說 過了23條 會採取什麼行動 看樣子都是 就是輕輕放下 是不是 當然沒有行動 現在一點什麼都沒有 就是 就是國務院 國務院 中國科的那幫人 就是 我懶得說了 就是 有時候那些話說 就很灰 是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實情 見一個是一個 就是 那幫人 就是 不可以說了 所以 所以 你說一個國務院都說 要這樣改革 你說 川普可以做到多少事情 真是的 真是的 川普做到的 做到的 做到的 他是夠辣 他是夠辣 他懂得做 他做到CEO那些人 管理公司的人 就知道那一套要怎麼做 給我做 我都知道怎麼做的 聯邦僱員 他最緊的 阿瑞根的時候 說過 聯邦機構是 世界上最長名的事物 他是找不到的 你要炒人 你炒不到的 那些人 各個的 seniority 坐在那裡 你要炒 唯一是炒得 那些做得事的人 那些人的合同工 你是要炒部門的 那些聯邦機構 可能沒辦法 很多都是 這裏說不行 那就再建立一個新機構 來對抗它 新機構很快就壞了 所以呢 我不相信公營企業的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看得夠了 上次那個美國 駐北京大使來香港 找了美國商會開會 還有去了Foreign Correspondent 就是外國記者那裡開會 你猜他去跟外國記者那些 不是 跟外國記者說什麼 我免得說了 真的免得說 RFA站跟他們大有關係 是嗎 那時候是不是簽合同族的建築 接下來跟香港怎麼交代 比如採訪證那些 RFA站跟他們很有關係 是的 細節可能不太方便說 就是了 明白明白明白 哎呀 真的 你以為來了有幫助 怎知道來了還走了 趕走了RFA站 真是糟糕 是啊 是啊 大家看開一些這些東西 這個呢 最後我是求人不如求自己的 嗯 同意 同意 真的 每次求人英國人 求人美國人 都失望多過什麼 真的失望多過什麼 國家人民都是 求人不如求自己 後來蘇聯人民自己起床 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中國人到什麼時候 你有什麼機會 中國人怎麼做 外國干預 他第一個 其實外國干預最怕的是那些 是那些專制政府 那些政府 都說外國干預 其實外國哪有干預到那麼多的 問題是呢 少贏 你這次看習近平和CEO談完之後呢 現在的事情都開始流出來了 但是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那個結果是什麼 沒有什麼效果 我覺得是 沒有啊 當然 是 效果的人看看 習近平上去 這次我看了一些報道說 就是西方的CEO 聽一聽就是這樣啊 就是那時候好像李嘉誠說 現在才知道真的 真面目 看見習近平說不好啊 共產黨來了 就是這些事情 CEO他講什麼呢 他為了保住他的錢 但是心裡怎麼想呢 現在沒有人不蠢了 所以現在中國出了很多問題 包括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怎麼說呢 他想呢 他一定要拔在別人一起想 好像現在電動汽車 中國那天哪家破產了 Elon Musk這次有一個新的發明 你知道以前美國的車生產得快 是Henry Ford的時候 Henry Ford的時候 那些車不是一架一架在裝嗎 裝完之後呢 開出一架 不是 裝配線 人不走的車就走 是 是 那Elon Musk這次他改變了呢 他又變回老辦法 他那車在那裡 全部機器手 一起裝 是 就不用走 一起裝 等於老的地方 在一個地方 你裝 又要拿這個 機器人走 機器手 全部 車不用走 全部裝下來 不是 他同時走 不走 你以前裝的汽車 你搬一塊裝 搬有輪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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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地是人有限 你不能說你監蓋 監蓋 裝了那個光監蓋 那些互相 這樣就慢了 這樣人造 現在不是 全部一起同時機器手行起來 前邊後邊同時 一些東西進去 所以說這個 就要把整個機器裝的速度 加一倍 Tesla最後剩到 說是兩萬三千塊 買出來可以買到 嗯 他現在 這幾天很有趣 你知道大陸那裡 跌價跌到一大幅度 裡面惡性競爭 大家在那裡 垃圾車公司 他直接大陸 弄到整個 大陸的生產 一倍這樣上 他什麼都不管 等你個個減價 淘汰 你外國公司都被他搞和了 這件事情 現在可能 可能 我現在看 伊朗馬斯 我們明白生意 他直接說 大陸的市場我不做 他可以這樣的 他想著 是啊 因為這個太危險 大陸的市場 互相殘殺 很危險的 如果碰上這樣的時間 你分分鐘先擺一擺 他有全世界有很多市場 我今天看到那些經濟報道就說 他的新辦法這樣弄過來 沒有掉美國的老式裝備 是啊 沒有了 那些舊式的汽車公司完了 完了 唯一就是豐田都可以玩 因為它的油電混合 是解決很多問題 很多地方充電是充不了的地方 油電混合是通的 但是等於你的車這樣 但是很多其它公司真的不行 是啊 最後這樣的辦法 各個公司都要整條裝備線改 很厲害的 而且美國最後玩完 第一個玩完 哪個玩完 汽車工人聯合會 是啊 就是汽車工會 UAW UAW 美國加拿大 這樣玩完整個行業取代 現在這樣搞 中國在那邊 現在中國自己的汽車 是惡性競爭 所有的經濟 沒有錢 不知道出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西方的CEO沒有那麼傻 現在這個AI是革命的 實際上是AI革命 不是工業革命 不是IT革命 是AI革命 我認為現在的AI 相當於1990年的互聯網 可能更厲害 可能因為它代替得很厲害 它那個intelligence跳得很厲害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看的 很有趣 最近就算是checkGPT 都進步了很大 而且它自己進步 就是你用戶要跟 是 它通知完之後 有時候都不知道它說什麼 你用戶要跟著它 就是它做了什麼 你怎麼看 那些事情 真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我一直跟得很緊 我都說最近checkGPT改了它的用法 我呢 就因爲它 我將我的效率又提升了50% 我說不用每天做到高月壓 好 今天講到這裏 明天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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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很多東西很值得說的 未必是剛剛打開新聞 但是呢 現在有很多改 最近很大的改變 世界很大的改變 有一條 我想最後補充一條 今天是基督教的復活節Eason 是 但是在美國 拜登宣佈今天是變性人出軌日 很難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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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搞得很難撐 現在原本我對黑人沒有什麼歧視 真的沒有的 我還有很多朋友之前 但是現在 因爲它無辜的黑人好像 好像插拳一樣 我反而看到它們有一點點反感 它們歧視你嘛 是的 它歧視你 好像突然間很威風一樣 整個搞得我莫名其妙 大家公平 有什麼突然間 它變了 變了它就高人一等了 這些黑人 所以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變了有點反感 真的 它無辜的搞了這樣的種族 原本美國就越好過一天 是的 是的 奧巴馬開始做的 這個人真的 這個人真的 這些美國人真是天真 我那時候看到 John McCain 以為 好像發明了什麼 有黑人當總統 哇 大件事都不得了 自己憤自己憤 你講到最後 不管你誰 都真的要經過這個考驗 你不夠水平 你不要靠開一遍 你搞壞了你整個檔東西 這麼大的檔東西 全世界都給它搞和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各位 好啊 多謝多謝鵬賊 謝謝鵬賊 小夏那個你們自己知道怎麼做了 我不說了 多謝多謝多謝 好 拜拜 拜拜 小夏那個聯絡 什麼時候方便你了